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25号星期六 那我们把本周的一个A股 包括大盘 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利用十来八分钟的时间 那么本周呢 这个我们看一下 既然是收盘了 因为本应该是昨天下午收盘的时候 就应该给大家总结 因为有些事情的关系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时间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回顾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 那么这张图表里边呢 就是关于我们A股大盘上证指数 从5178.2015年的6月份开始 到目前的一个周K线的一个大的一个结构图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当中 有两种颜色的这个趋势线 首先是绿色的这一组 等距的平行通道线 它这个都是等距 然后是平行的这一组 那么另外一根线呢 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所谓中长期的一个中枢的这么一个趋势线 那么这个趋势线呢 是连接了历史上几个关键的点位 一个是2015年年底的高点 一个是2018年1月份的最高点 然后另外一个点位呢 2020年7月份的最高点 三点刚好连一线 那么这条深蓝色的这个趋势线 对后市市场的支撑效应非常强 那我们看一下从今年的2月48号到目前 大盘呢 就是围绕着啊 这个深蓝色的这个支撑线 上方反复震荡 2月48号 今年2月48号 大盘呢 在创出啊 三七三一点新高之后 出现了区间的大幅震荡 这样的一个大幅震荡 可以说宽幅震荡啊 宽幅震荡 其实说宽幅吧 也就是上下400个点 下沿是3300多点 上沿呢 是2700点左右 就是全年围绕着这个区间 反复震荡成功 那我们看到这个深蓝色的 这个支撑线啊 可以说趋势线 那么没有任何一周 在今年的啊 是这个周K线是跌穿的 就是跌到这根线附近 那就要是反复整顾 驻底 然后上行啊 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 今年的七八月份 八月份左右啊 有两周 也是踩到这个位置 收盘没有跌破 深蓝色的支撑线 后面继续反弹 然后呢 在今年国庆节之后 这个地方反复抹底 直到10月初 这个地方收了个周阳线 一路上行 涨到上周的最近的高点 三千七百 将近三千七百二十点左右 啊 于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上周啊 骨子走出了这么一个什么呢 走出这么一个阴线 中阴线 那么这个中阴线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实际上是复制了 2020年12月初的那根 那根周阴线啊 这两个地方 那么 同时呢 我们看到 他们都是在站到 绿色等距通道线的位置 还出现一个周阴线 那在去年的12月 7号那周 也是绿色的等距通道线 站上去以后 出现了一个中阴线 那么上周也出现这种情况 都是在这个绿色的等距通道线 关键位置附近 那么说这个等距的绿色通道线 它在整个从2015年 甚至更早的时间到目前 那么这一组平行的 绿色等距通道线 就起到支撑和关键的压力的作用 就是关键点位 它总要有支撑和压力 那大家呢 如果想了解啊 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点 那由于时间关系 我今天不能再给大家展开讲了 大家可以回顾 以往 我在周五 每次周五 或者是在周末的时候 都要给大家分享一次 关于这个大的图表 这个我就今天就有时间关系 长话短说 那么既然说这个地方 扶植了之前的形态 那我们回顾一下2020年的 12月初以后啊 连续有九州的 这个九部交易周的上行 那么说这次会不会重演历史 也就是说从本周开始算起 因为本周呢 是个十字星 十字星 止跌意味非常强 你单看昨天呢 就是周五啊 大盘虽然出现中阴线杀跌 但是周线呢 却是十字星 从周线级别的角度看大盘呢 其实是明显的 就是止跌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接下来呢 从本周开始算 我们看到这个阴线 也是从第二天开始算起 九个交易周的上涨 那么也就是说 从本周开始上涨 接下来的九个交易周 那么我们的户子 将走出什么样 什么样一个走势呢 应该是走一个 下周可能会走出中阳线 或者阳线啊 后面可能是加速 加速上行 对吧 一直到这个第九周 第九个交易周 因为今年呢 有一个春节 还有一个元旦小长假 所以这样算的话 把这两个这个 大约是一周多的时间 那么这样的话 很可能推到二月底 二月底这个时间点 或者是关键的一个空间 那么它可能再度啊 鼓子上穿啊 上穿这个 打到下一个绿色等级通道线附近 然后这个地方 正如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说那个地方 就是大约的是多少 就是四千点的位置 就是四千点的位置 所以在这儿 一定要当心 也就是说 这波行情 很可能走什么 就是指数行情 那从本周二 这个房地产 率先集体涨停 集体暴动 对吧 那么说 接下来房地产 还会不会继续上行呢 当然会 当然会 因为下周的 股子再度上行 走指数行情 金融地产这一块 还是一个主力金 金融 三大块 银行证券 保险 然后加房地产 然后加铁路基建 交通设施 对吧 公共交通之类的 加一些中置投 央企 配合一个 比如说像 央企 改革之类的题材 那么这个地方 很可能发动 继续发动 这个指数行情 继续走 它的一个主胜浪 所以说 股子本身没有问题 它的一个中期的趋势 还是继续上行 特别要提醒的 就是刚才我讲到的 就是今年二月底 左右的那个时间点 或者是我们从 空间上看 继续上行 再走一倍的 绿色等距通道的 这么一个距离 刚好向上走一倍 又是一个年内的 关键的一个高点 从这开始 可能又开始 一个大相提的震荡 扶置了2021年 全年400个点的 这样的一个 大区间波动的走势 可能还是这样的 一个趋势 所以说的话 到那个时候 我认为必须要小心 当然我把这个时间 说的有点长了 眼下怎么办 眼下就是利用 当前的市场的回踩 重点去关注那些 低估值的蓝筹 低估值蓝筹是什么 之前跟大家讲过多次 低估值蓝筹的这个板块 那么关于低估值蓝筹 这一块我说了已经不下十次了 几十次了 几条主线 金融地产 是吧 我刚才讲了 中字头 铁路基建 包括大消费 那么低估值蓝筹是一块 大消费是一块 那我们看到这个上周五 这些行业板块指数 领涨的都是什么 都是像酿酒 农林沐浴 商业连锁 酒店餐饮 仓储 食品 医药 旅游 传媒 家具用品 下方日润化工 医疗保健 这都是走得非常不错 我们看到是集体都是上涨 以这个行业指数看 所以大消费板块 显然是在股指短期 或阶段性调整过程当中 大消费板块是非常好的 避风港 这是值得大家重点看好的 但农林沐浴里面 有两块是猪肉和种叶 我还持续看好 酿酒里面重点是白酒概念 其他方面 像食品饮料 医药 家具用品 家用电器 还是继续看好 那么就是两条主线 低估值蓝筹 我刚才讲了 大消费是一块 题材方面 实际上重点要看 芯片 5G 这里面就不把指数打开了 芯片 5G 和这个国产软件 因为 这三大板块 是受政策扶持力度 非常大的 三大板块 那就涉及到自主创新 在这种科技竞运的大背景下 那么这三大板块 三大行业 5G 芯片 和 那个国产软件 必然会受到 大力的政策的这个扶持 所以接下来这些题材 我认为局部机会 还是非常多的 这里面值得大家去把握 但是其他一些题材 你自当反弹行情去做就可以了 如果再有给你反弹机会 比如说光伏 储能 锂电池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电池 那个电池 那些题材 再给你充高机会 赶紧走人 赶紧减仓 组部减仓 把仓位赶紧降下来 现在的操作 千万别追高 越追高 对提债股来讲 越追高 你承受的风险越大 这就是我今天重点 给大家的一个忠告 下周的重点 还是继续低息一些优质难筹 比如说前期地产呢 突然这个出现涨停 在本周二 那么后来呢 周三周四周五 都出现连续的杀跌 那么这种情况 接下来怎么办 我认为啊 房地产板块指数 将再度走出 它的一个上拉的行情 那我们把这个房地产 板块指数调出来 简单给大家看一眼 这就是房地产板块指数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绘制了一条趋势线 这张趋势线呢 我给大家展开 展开 大家看一眼 实际上是比较明显了 我们看到 这根趋势线 之前呢都是什么 都压力啊 这些关键的位置都压力 那么这根趋势线呢 前期是压力 本周二大洋线上传之后 三天回踩 直到昨天 也就本周五 刚好踩到位 所以下周一定要留意 房地产板块 这个地方再度期晚 短期正当之后 期晚 然后上涨 回踩确认之后就上涨嘛 确认这个下方的 这个红色的支撑线 支撑有效啊 因为前面是压力 转支撑 支撑有效 继续向上 那房地产板块上涨的同时呢 银行会走好 银行上涨 证券保险 也差不了 这些都是估值非常低的 一些板块 一些行业 所以我认为下周啊 很可能 这些低估值蓝筹 再度带领大盘 走出小阳线 或者是中阳线 所以不要错过啊 这些个股的一些低息的机会啊 之前反复跟大家强调 后边呢 一旦股指回调 优质蓝筹 低估值蓝筹 再度给你往下砸一砸 那就是你 低息进场的时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 周末愉快 下周投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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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